女人总是喜欢听甜言蜜语的 喜欢听异性对自己的赞美 因为这会让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世人都会有虚荣心 男人也不例外 所以男人没有权利去说女人虚伪 爱情中女人喜欢听情话 即使知道是甜言蜜语 女人也还是爱听 一般来说 女人最喜欢听的是这几句情话 而不爱你的男人一句也不会说 一我喜欢你 一辈子长久的爱情是从恋爱开始的 也可以说长久的爱情永远都是在恋爱 而恋爱的开始是表白 所以女人在开始一段感情的时候 必须要接受对方的告白 当你对她说出我喜欢你的时候 女人心里总会感到特别的甜蜜 二我爱你 对女人来说 我爱你这三个字 并不仅仅只是口读说说而已 一定要是经过深思熟虑 而且这句话也是一种承诺 由喜欢到爱 这是一个过程 当你对她说了我爱你的时候 女人心里就会把你当成 自己这辈子要依靠的男人 三我们结婚吧 对女人来说 这一辈子想要的不过就是一个安稳的家 一个幸福的家庭 一个长长久久的陪伴 所以当你对她说出结婚的时候 女人会觉得自己有了一个依靠 有了一个安稳的家 你给了她婚姻 给了她一辈子的承诺 四我们要个孩子吧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孩子是婚姻中的纽带 是爱情的结晶 而对女人来说 孩子永远都是自己心头肉 是自己身上的一部分 家庭中因为有了孩子才会更加幸福 有了孩子女人就会觉得自己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女人的幸福 对孩子的那种期待 同时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在女人心里就代表你是真正的想要和她过一辈子 愿意被她拴住了 五我陪你走完一生吧 多少句我爱你都不如一句我陪你更能打动人心 在女人心里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如果你真正的爱她就一定要给她陪伴 不管是家庭遇到了困难 还是她有什么事情 只要陪着她就会让她感到幸福 感到一种莫名的安心 我陪你走完一生吧 这一句话会让女人瞬间泪奔 会让她觉得跟你在一起是自己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六亲爱的你最漂亮 尽管连女人自己都知道这句话假的要死 但还是最爱听男人对她讲这句话 也许她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但至少她是你眼中最漂亮的那一个 这就足够了 如果你还没有对亲爱的说过这句话 你就要应该去面壁了 七你就是我的全部 情歌里面都会常唱的 你就是我的全部 我的唯一 谁都不能代替 全世界的人们都爱听这样的情歌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承认它是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句话对女人来讲具有很大的分量 相对它也会把你摆在他世界的中心位置 不同的阶段讲出不同的情话 会让女人觉得这一生跟你在一起 就是自己最幸福的事情